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尚潮流的一个设计风格 鲁波利风格呢又叫做低多边形风格 它这个风格的特点呢 就是以低多边形来进行物体的造型 然后再以高纯度的颜色来进行搭配 那么做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屏幕上看到的这样 会比较的出效果 给人的感觉呢会是那种比较复古 又比较的那个时尚和科幻 那么这个风格的案例作品 对于我们来学习CSD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它的模型呢会比较的简单 适合我们来进行一个建模的学习 然后它最后做出来的作品的成品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的合适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学习 然后做出一副自己满意的作品 OK我们在了解完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的内容之后 在这里我先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些软件的操作知识 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我自己自定义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界面 然后大家平时看到的那个界面就是一个默认的界面 然后如何把我们默认的界面转换成我们刚才那个界面呢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在这里点一下 然后放到两个窗口之间的缝隙 那么我们的材质面板就可以转换到我们左边来进行一个排布 其他的窗口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一个排布 做好了之后的话 可以在窗口这里自定义布局 保存命存窗口布局为 然后这个点击之后的话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或者保存为启动布局 那么这个布局就现在这个布局 那么它启动的话就会变成默认布局 然后这个第一 第二的话之所以要把这个材质窗口调到这里了 是因为我们平时大家的这个材质点击出来之后的话 它那个名字显示在下方 如果说用刚才的那种显示方式 材质一旦变多之后不方便进行一个管理 那么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材质它的那个显示的方法改为材质列表 在编辑这里把它改为材质列表 然后这样的话材质就会一排一排的 像列表一样显示 方便我们大家后期对材质进行管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材质太小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材质的那个图标显示变为大图标 那么我们的材质就会变大了 今天要讲了第一个我们关于布局和材质的一个知识 然后我们创建好我们的材质之后的话 那么创建材质有两种方法 第一就是在这里通过那个会计键counter加n 还有就是说直接在创建这里点一个材质 然后或者直接我们先把这个材质沾掉 直接在这个材质面板这里双击 那么我们就会创建一个新的材质 然后点击我们的材质再双击 我们的材质面板就会变出来了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节 比如说颜色或者什么 OK 那时候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内容 那先把材质则删掉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第二个内容 就是关于视窗切换的 视窗切换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视窗 就是我们平时大家看到的视窗 但实际上我们一共有四个 我们只需要点击我们的鼠标中键 就是说把鼠标滚轮往下向下按 那么我们的窗口就变成四个 然后我们再用鼠标左键点击我们的窗口 再次按一下我们的鼠标中键 那么就可以切换到我们刚才用鼠标选中的那个窗口 或者直接用鼠标中键来进行一个切换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把那个鼠标放到警示图 然后按一下我们的那个鼠标中键 那么我们的那个警示图就会变出来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切换 然后既然要讲的第二个内容 就是视窗切换 那么第三个内容就是说视窗的旋转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创建一个模型 创建一个立方体 然后的话按住out键复放 然后按住左键 鼠标左键 我们就可以对视窗进行一个旋转 这是我们要用到的 或者按住我们的鼠标中键不放 按住out键鼠标中键不放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拖动 那么这是我们的基础的一个操作规范 OK 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完之后 下面开始我们正式的那个案例教学 来看一下我已经做好的那个案例 然后我们来数一数 我们需要做的东西有哪些 首先就是说我们地面 然后地面上的石头 以及我们的那个仙人掌 仙人球 还有一些木头 以及我们的那个轮胎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小楼的一个底座 楼梯 还有小楼主体 以及栏杆和上面的瓦片 以及我们的窗户 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那么现在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我们首先从那个石头开始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将它保存 名字命名为 为 角楼 那个石头的做法 会非常的简单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 宝石 然后将宝石 复制几份 按住 Counter键 不放 拖动 那么我们的这个 宝石就复制出来了 接着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12面体 或者碳原子 等等都可以 只是要改变它的那个面数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以12面体为准 然后留一个20面体的 接着我们用 缩放工具 把它进行一个大小的缩放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我们用那个缩放工具 它会进行等比的缩放 为了防止这个事情出现 我们需要把它f掉 然后就可以对它进行 x走 y走 或者 z走 的 随意的缩放 缩放好之后 我们可以 来到点层级 对它的点进行拖动 你改变一下 它的那个外观 使它更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石头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压点拖大 这个也是一样的 抬高 然后收缩放弃 然后调整它的点 使它更像我们的那个石头 使它更像我们的那个石头 做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就先把这个保存在一边 我们首先要给它打主 打主方法是out加g 然后给它命名 石头 接着我们创建材质 双击 我们的材质 空白地位 然后把这个材负 赋予给我们的石头 并且在材质这里 给它写上名称 然后我们的石头就算做完了 做完之后 定记的保存 Ctrl加S 这节课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